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番外之人间清醒 第十八至十九集,宴会遇险,英雄就美 偷听到姐妹俩对话的陆毅 气得脸色发黑 原来,在她心目中不过是利用自己罢了 自己原以为她单纯,没想到如此狡猾 也是 能入这行的人,哪里有单纯的人呢 终究是她想多了 自此之后,陆毅对金夏的态度变了很多 不似之前那般照顾调侃 只是如同普通同事般相处 金夏隐约感觉到陆毅的变化 可却又不好问她,毕竟,大家只是同事关系 不过,这样倒也好 金夏不太习惯别人拿感情的事情开玩笑 一部锦衣情缘,足足拍摄了八个月 陆毅和金夏 整日泡在剧组中,朝夕相处待了八个月 演绎了一段完美的爱情故事 今日是锦衣情缘拍摄最后一场戏 演绎着陆毅入狱 两人分离的故事 许是拍摄接近了尾声 两人情绪皆不高 正好符合了此时此刻的心情 看着红了眼眶的两人 引导感动地喊了句 卡,通过 众人皆欢呼起来 引导继续道 我宣布 锦衣情缘拍摄 今日正式完工 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和理解 今日我做冬 大家一起吃个饭 谢谢引导 众人欢呼起来 如同高考结束的孩子们一般 将手中的剧本 纷纷抛上了空中 引导为了庆祝拍摄圆满结束 直接包下了一艘轮船 在轮船上 举行了一次浪漫的海上告别仪式 轮船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酒和糕点 众人穿些漂亮的晚礼服 参加了宴会 今夏今天 穿的是一件黑白连衣裙 上身是干净的白色 下身是黑色的裙摆 远远看去 简单大方 衬得今夏越发单纯可爱 陆毅远远望了他一眼 不懈地笑了笑 他倒是会伪装 引导看出陆毅的一样 打趣道 最近怎么对下下这般冷淡 吵架了 陆毅冷哼一声 错估人心而已 引导笑道 他能有什么心思 陆毅轻声笑了笑 却没有说什么 虽说他利用自己 可他却不愿讲他坏话 有了上次的经验教训 这次今夏学乖了许多 他不再喝酒 有人敬酒 他便浅浅地抿一口 敷衍了事 众人忙着结交 倒也没有为难他 今夏四处望去 瞥见陆毅正和引导聊天 心底不免有些小失落 下下 船尾的甲板比较凉快 我们去那里赏乐如何 淳于敏笑着走到今夏的旁边 好呀 今夏自然不会拒绝小美女的香腰 两人端着酒杯 一同往船尾走去 大家都在船舱处饮酒聊天 船尾倒是显得有些空气 下下 我去烫洗手间 好 去吧 淳于敏刚到船尾 便借口去洗手间离开了 今夏倒也没有多想 独自一人在船尾吹吹海风 也是好的 相比较于船舱的热闹 他倒是喜欢这里的安静 忽然 一男子从后面紧紧地将他抱住 嘴里骂骂咧咧 臭女人 敢骗我 是不是 今夏猜出来者 微怒道 放开我 今天我定要破了你的身 看你还敢不敢耍我 我何时耍你 我不过是和路易闹了矛盾而已 哼 你和你姐姐的谈话我早就听到了 之所以一直没动你 不过是怕影响拍摄进度而已 今夏见无法骗他 便开始想办法挣脱他的桎 虽说他学过武术 可男人和女人的力量悬殊太大 他始终无法挣脱 就还未等今夏喊出口 这片人便用手捂住了他的嘴 而另一只肆无忌惮地在他身上游走 这里僻静 就算你喊外面的人也听不见 不如从了我能让你少吃苦 难不成你想让所有人都知晓 你和我做了 你信不信你敢做 我便敢报警 今夏威胁道 哼 报警 报警你的职业生涯便也毁了 你确定要两败俱伤吗 我倒无所谓 反正我也不缺钱 不过 据我所知 你家可背负上千万的外债 除了娱乐圈 上哪能找到这般来钱快的工作 今夏的心事被戳中 身子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乖 不要挣扎了 跟了我 我保证你资源不断 在这个圈子 早晚都要面临这些的 你不会天真以为 只靠演技便能接到戏吧 想想你家的外债 不要扭扭捏捏了 制片人一边劝着今夏 一边动手动脚 今夏只觉得恶心极了 他依旧无法接受 死命地抵抗着 不识好歹 制片人见今夏油盐不尽 直接扯下自己的领带 企图绑住今夏的双手 今夏见事态不好 寻得时机 狠狠地踩了制片人一脚 制片人吃痛 松开了手 他见今夏要溜 立刻上前 再度拽住他的胳膊 许是有了先前的经验 他根本不给今夏机会 再度紧紧将他抱入怀中 放开我 你还真是一只难以驯服的小野猫 不过 我喜欢 制片人色咪咪地说着 今夏只觉得恶心极了 他告诉自己要冷静 这样才能寻得时机离开 他眼珠一转 柔声问道 你若真想这般 可不可以去酒店 不可以 你休想和我耍花招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制片人恶狠狠地威胁着 今夏推嗓着 刚要抬腿 便又被制片人制服 他冷哼一声 道 那天我喝了酒 让你有机可乘 今日怎么可能让你逃脱呢 说吧 便凑到今夏的耳边 妄图亲吻他 今夏努力回想着 教练当初告诉他的穴位秒处 趁制片人不注意 按向了他腰间的一个穴位 制片人吃痛 松开了今夏 两人再度撕打在一起 恼羞成怒的制片人 不再怜香惜玉 直接对今夏下了狠手 撕打过程中 今夏为了躲避制片人的咸鱼手 直接掉入了大海中 制片人正犹犹豫豫 还未等他反应过来 只见一人影 跳入大海中 担心